国际知名台湾网红万秀洗衣店 现在在台中捷运绿线就可以看得到 中捷公司跟万秀合作以互动展的方式 在市政府站推移出了环保永续对城市友情限定店 13号这一天是正式来开幕 市长卢秀燕强调万秀所倡导的绿色环保理念跟终结一致 期盼通过展出让民众了解环保永续也可以很时尚 众人简单在装置前一站马上瞬间变身时尚 8月14号是世界绿色情人节 台中捷运绿线搭上风潮 邀请同样推出循环时尚 并打造时尚最潮爷妈的万秀洗衣店 在捷运市政府站内推出环保永续对城市友情的限定店 我们有个在地的国际网红品牌万秀洗衣店 全世界非常的红 他们就是在推广永续环保循环再利用 同时又很时尚这样个观念 这个观念跟我们的终结绿线不谋而合 明天刚好又是绿色情人节 所以也因此终结公司策展了这档的展出 让所有的台中市民朋友 全台湾的民众了解环保永续 可以非常的时尚 万秀洗衣店是开设在台中厚里的老牌洗衣店 店老板万吉阿公秀尔阿嬷的孙子张瑞夫 发现店内有许多客人遗忘未取走的旧衣 重新利用这些衣服在IG打造阿公阿嬷 为史上最潮爷妈 在国内外以稀报红也掀起循环史上学 阿公阿嬷他们可能过去也没有经历过捷运的这个年代 我想他们也算突破自己的一个框架 那我们这一次测这个展 就是希望从他们长辈旧的东西 然后跨到现在新的东西 那从洗衣店小小的事情 跨到跟永续育人有关系的这个大范围 那让每一个人都知道说 我们小小的一个念头 小小的一个市民 都能够为这个城市做出贡献 就像终结照顾的大家 市府照顾大家一样 这样的概念 谢谢 卢市长已将自己的衣服挂上展示 提醒大家请洗衣店洗衣服之后 一定要记得取回 并表示万袖概念商品 即日起将在终结市政站展出到21号 欢迎全台的民众到台中走走搭捷运 让环境永续也成为时尚 这样终缓台中采访报道